精彩 按照刘强东的逻辑 只要提升效率压低成本 零售业新模式取代旧模式是一种必然趋势 大商场取代了传统集市 是因为运营周期从90天减少到60天 连锁店取代大商场 是因为成本从50%降到了15% 而京东商城能从连锁店的手中抢折一杯羹 靠的是降低一半的运营成本 和接近12天的库存周转息 你说你不追求毛利率 实际上是这个行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吧 是模式变迁的发展的必然规律 如果电子商务制成流出模式 能够去争抢连锁店的客户 那么它必须是大幅降低的成本 同时要降低销售价格 为销售者带来价值 低价成为京东商城开拓市场的利器时 也一度引发了和供应商之间的冲突 2008年底 明基一款市场报价3999元的投影仪 被京东以不到3000元的价格销售 消费者连称叫好 明基却提出了激烈的抗议 那么这将近1000块钱的差距 品牌上肯定觉得受不了 因为它的价格体系乱掉 但是我发现 如果京东商城保持它现在的价格优势 它几乎对所有的供货商的价格体系 都会有冲击 那么通常你们是怎么样说服你们的供货商 接受你们这种做法的 首先 京东公司和任何的厂商 供货商合作的时候 我们绝对强制性去降低我们的售价 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极端例子 可能是因为在反复的沟通过程当中的话 都没能够得到一个积极的回应 但对于我们这种经的理念来说 京东公司永远不会在一个产品下费 可以赚30%20%这么高的毛利率 那不是我们的追求 所以我必须按照我们自己设定了毛利率来给出一个最终的价格 但是你们和传统渠道之间一定会有这种冲突 这是必然的 任何一种新模式出现 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跟旧的旧的模式一定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这是必然的 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参加厂商举办的全国的代理商大会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被传统渠道声讨的对象 非有几十个人 上百人甚至打着横幅 要求把某某品牌的某个代理商就京东上手踢出去 他的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京东的销售价格已经严重了影响他们的利润 让他们无力可图 甚至他们亏损 极端的例子 还有人在网上发帖子要找我的住在哪等等 活不下去了 这种类似于人身安全的威胁的帖子都发生过 像这种传统渠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 最后打架的地方一定是在供货商那里 他们可能除了在会场上排击你们之外 可能更多的是跑到供货商那里告你们装 甚至威胁供货商不给你们供货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这个应该是比较多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说我们京东公司刚上液晶电视机的时候 我们平均每台电视机比线下的这种连锁店 大概都要便宜500块钱以上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有一位很大的连锁商的总裁也亲自给韩国的品牌 韩方的管理人员高管打电话 说有一家公司在价格捣乱 然后这个品牌派到他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到我们公司来 然后我们的财商人员就带领这个品牌的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看下我们的信息系统告诉他们 你看我们的业务模式是什么 你的产品卖到哪去了 卖给水了 他大概年龄是什么 是男的是女的 他大概收入是多少 他将来接下来三年之内还有可能买你这品牌 买是哪些产品 如果买的话 大概才是在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之间会买 所以通过这一番交流 这个品牌回去的时候大概不到两星期就给我们签了一个 反而成为一个大加点厂商第一家给我们签职贡协议的一个厂家 现在你们跟供货商之间的关系能够达到职贡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大概占多少 我们到去年十二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实验80%的品牌实验了职贡 那么他们难道不会担心 你现在虽然这样的很小 但是你对他价格体系的冲击会很大 而这种冲击又使他面临着原来传统渠道给他的这种对他的这种指责 所以你们怎么说服他 接受你们这种价格的不同意 然后接受这样的一个职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首先我们一定要厂商明白一个道理 跟我上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京东公司定的低价 不是为了饶了你的价格体系 那是因为京东公司我们的运营成本很低 我这么低的运营成本的情况 我自然要让你给消费者降低我的销售价格 第二就是电子商务是不可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要的 而我们面对消费群体是 基本上都是大会毕业生 从初中开始抱着KQ抱着BBS长大的 实际上二者面的消费群体是有个比较明显的区隔的 所以你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冲撞 对 而且从实际的例子来能看到 就是说我们网上销售额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它现一下的传统渠道的销售额的迅速的萎缩 超速增长 京东商城怎样与生存环境作战 最大的困难还是源自于整个社会的吸引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假设京东公司有一天会倒下 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因为什么原因倒下 如果这家公司倒下了 只有可能是因为我 颠覆者刘强东 中国经营者 广告之后更精彩 从2004年到2008年 京东商城的销售额急速膨胀 也有跑得快的烦恼 同属一条产业链上的物流仓储支付等服务很难跟上它的步伐 今年年初 由于订单量超过其处理能力 京东商城不得不建议顾客 改从其他渠道购买 比如说前面您讲的 你们每天都能够预测到第二天我要进多而获 但是不是你们所有的供货商都能够做到你第二天要进多而获 它就能够以这么敏捷的反应能力给你供多而获 是不是这方面的能力也存在一个不匹配的问题 老实说展示是做不到的 目前国内的大的供货商实力比较强的公司 它有很完美的数据库系统 但是它的理念展示性可能还是不能够接受 跟联合商的信息系统对接 然后小的供货商 它可能还没有自己完美的一个信息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把库存状态做到只有7天 而Mazon已经做到了 我们做到12.6天 我们敢说是国内最好的水平 想再提高是比较难 还有什么其他的不适应 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 还是源自于整个社会的吸引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怎么会反映到你的业绩上 商家和消费者可能彼此都不能够百分百的吸引人 所以在中国 你看电子商务大家要做什么 做货套付款 实际上货套付款根本就不是电子商务应该有的一个模式 而货套付款恰恰是跟零售的追求的成本和效率相背的 运营效率也倘若如此 因为你提供货到货款了 你要先把货发到消费者手里面去 然后才能把钱拿回来 这里面需要3000到7天的一个资金肥笼的实际 这也是大幅下降了电子商务的运营效率 其实据我所知 今年京东商城在年初的时候 就曾经一度非常受制于物流 这个是不是也是整个社会没有为你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做好准备的一个例证 我们网上的72%的投诉是来自于配送这一块 要么是有些公司提供服务比较好 但价格贵的很离谱 特别对于三岁这样比较沉的产品 一单平定要发50块钱快递费 消费者受不了 我们也受不了 如果是价格比较低的快递公司 那么它的服务态度 还有负物的发货的速度效率都比较差 还有丢货发错货的现象相当比较多 负物的迫使的现象比较多 所以这些都是至于目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自己做吗 解决这个问题没办法 只有我们自己投资 所以在今年年初 京东公司我们自己也拿了一笔钱 专门成了一家快递公司 据我所知 像亚马逊也曾经碰到过你一样的难题 它的方法就是自己去做物流 但是做着做着 它已经把它做成一家很强大的物流公司 能够